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表演者言》系列节目的最后一期 光影的艺术需要留存 表演的文化需要传承 梁启超说到 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 则武中国为未来之国 其进步未可亮也 本期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老戏骨和一位小戏迷 共同来为表演艺术的传承发声 他们会是谁呢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我特别愿意和年轻的演员在一起 我把我自己准备的一条东西全放下 细从对手来 但人把我当回事的时候 切切别太拿自己当回事 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不忘初心 不如使命 最开始他当机会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就看到我自己 就是那个热情我心里是有的 我觉得我能演绎出来 怎么样能特别快进入角色那个状态 我想体验更多的角色 体验更多的人生 这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有用的传承 欢迎王庆祥老师 大家好 我是王庆祥 欢迎易烊千玺 大家好 我是易烊千玺 今天我们请到了王老师和千玺 来做客表演者演组 所以我们要聊一个关于传承的话题 我们节目的惯例是嘉宾来了以后 要把这个核心关键词 进行一个三十秒的阐述 进入我们的表演者宣言 来 王老师 您先有请 我把表演比喻成忘 文 问 切 观察 思考和运用 缺一不可 传承不是音寻守旧 而是常看常心 学而不思则网 思而不学则待 我觉得传承是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 然后向前辈汲取知识 汲取记忆 也是前辈对后辈的一种责任 是啊 所以今天千玺肯定会有很多问题 要问到周迅老师和王庆祥老师 你对他们之前塑造的这个角色 哪些是你的印象特别深刻 其实我小时候看过那个画皮的电影 印象特别深刻 因为里面造型就是特别的特殊 庆祥老师呢 《一代宗室》里面跟梁晨维老师 就那场掰饼的那个戏 就因为里面台词也都是很内敛 我小时候也看不懂 就觉得这一段很酷 我好像记得是没有一句话很实实 就是说实打实的 叶先生 你能掰开我手中的这块饼吗 千玺刚才看完了以后 为什么那么喜欢就是掰饼那一段 就是在两个人互相对立的过程中 就是把他们就江湖之中那种大道理 然后都融入在里面 我想的问题就是 怎么样能特别快进入角色那个状态 比如说我接到一个角色 我平常比如说在房间里 刷牙也好 洗脸也好 干嘛的 就是我脑子里就会想着他了 其实当我进入这个剧组以后 我一定成天想的是这个角色 老爷子是一个特别通达 特别开明的一个老爷子 你看他说台词要新人出头 台词要有容人之心 跟公儿说的是 公家门槛高 但是从来不出小人 这些公老爷子的人品和心怀 就已经全都出来了 很清楚 咱们公家的门槛高 但是不出小人 慢慢我就觉得我自己是这个角色 其实也许别人不知道 但公老爷子心里 已经想就是要输给他 就是要让叶温踩着自己的肩膀 对 可以这么说 他来到这里 我觉得就是要传承武术一种精神 要有新人接班 叶温是个好材料 就看他这次能不能出头 今天他们俩特别像在搭手 其实和我们这个核心关键词 传承也是一脉相承的 对我在读私塾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在家王家卫给你创造的那种环境 那种氛围 相信啊 真是非常棒 对 金楼的诡秘的那种感觉 你光一打 在家王家卫喜欢用音乐 啪你这个音乐 那太有感觉了 因为我还学过笛子 还搞过打击乐 他的音乐一起 我这雪哗一下就能上来 我觉得这个角色的完成 应该是和全剧组各个部门的真是分不开的 密切的 确实是 因为美术啊 服装啊 就各个部门灯光啊 就给演员的感觉是非常重要 就当你在那个演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 哎我桌子上有那么多灰啊 你就会被打乱 刚才王老师说的那个 我特别羡慕 就是说我可以回到那样的 那样的现场去表演 这个是有些时候是事半功倍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传承 两位老师说的这个你有感觉吗 因为现在天玺 也在有很多的这个作品 开始要和大家见面了 尤其是最近有两部戏 正在宣传期是吧 对 第一部戏叫长安十二时辰 然后第二部戏叫 艳势番之新青龙 因为之前有课创过几部古装戏 接这个长安十二时辰 我也是一开始不太感激 那我跟导演见了面之后 然后我发现这个组拍过好几部戏 然后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氛围 我就觉得就是心踏实下来了 但我从他 我真觉得是一个 很走心的一个演员 我碰到这个 我特别喜欢这个演员 如果特别用功 他演戏我觉得 哎呀 让我眼前一亮 这戏演得真好 我会从年轻人学东西的 戏从对手来 这老是教的 我就随着他走 他刺激我这个戏都不一样了 刚才王老师说 那个戏从对手来 然后那个周迅也表示感同身受 因为像拍《大魔术师》的时候 因为合作的演员是 梁朝伟先生和刘青云先生 我当时认为就是说 他们两个肯定是演得比我好 这两位我要怎么演 后来我想那我就不演 看他们怎么演 我怎么反应 对 我感觉梁朝伟先生呢 也是大家比较公认 香港的实力派的演员的代表 两位呢 都跟梁朝伟合作过 周迅能不能够讲一讲 你们俩合作的时候 他带给你的一些 其实他带给我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我为什么到后来 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 像纪录片似的演员 梁先生在《听风者》的时候 就点了我一下 说你就是发生什么 就是什么 其实不要去演嘛 你抬手就是抬手嘛 你自然就抬手了嘛 人在最松弛的时候 才能是最睿智的地方 对 千玺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 进入一个松弛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新戏里边 阿易这个角色 一身戎装 这边呢 五色起的这个星星 背后呢 有梁启超先生的 《少年中国说》 你怎么理解这个角色 其实我接的这两个 都是为了包小祖国 为人民还有祖国去做贡献 但是《长安十二十川》 会更加沉稳 然后就是运筹帷幄的感觉 艳势番阿易 他就是那种特别热血 就是一心为了革命 对 然后就是那个热情 我看着 我觉得我能演绎出来 就是我心里面是有的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拍戏 是按感觉去演 还是说我要拿着剧本 就是揣摩很多很多遍 我是从拍戏到现在 我很少做这个文字上的准备啊 什么的 看我也不大记得 我主要还是靠感觉 因为我就是对剧本 多看几遍之后 然后就最开始那感觉就没有了 我是怎么准备剧本的 我第一次看剧本 是我一定把我当成一个旁观者 我要保持在我真正拍的时候 甚至你导演问我 你要怎么演 我也许都跟他讲不清楚 我没法去讲 我一定是这样的 在拍这么北平户战 我都会遇到这种事 我说我一定会强调这场戏 我一定会特别看重这场戏 就演成啥样是啥样 你说我现代片子 跟慈禁高娃那个北京爱情故事 我们在故宫后河 和这个景山的前面 那不有一条河吗 其实我们说 就知道这场戏来 他就在那花台上 就在那耍 但是从来没有说他往下怎么演 他啪一下就跳到我背上 就把我的脖子 但是我绝不断戏 我能够把它延续下去 真的就是用了那么一条 来自于生活 现在还有一个变化是 比如说我以前看 我就会哭出来 就比如说看很感动的地方 我都会哭出来 现在是我说 我会控制了 我就把那个留到那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年龄的变化 对生活的感知 你对人更加的了解 就是那个挺美妙的一件事情 其实周兴和千玺 你们俩都合作过了 但是那次合作是没有见过面的 对 配音嘛 有了声音的交流 找王子的玫瑰 你长得好美啊 我才刚刚睡醒 请原谅我还没有梳妆打扮好 你很完美 那还用说 导演对这一次千玺的表现 有一个评价 说并没有刻意地去模仿小孩子的声音 而是用自己的本身的音色特质 你怎么看待导演的这一段评价 就是我觉得到现在经历过的事情比同龄的就是 多得多 小孩子 反而要多得多 对 所以就是心里面的一些 复杂 感受会 就是感情会多一些 就会想的也多一些 我也就是用自己这种缓慢的感觉 然后体会小王子 他那个小孩就是怎么去看待世界 周俊你会怎么理解 声音和这个表演之间的一个关系 当你完全就是在你的角色里面 你自然那个说话的东西就出来了 当然你那个平常的时候 你可能要做一些练习 比如说上次冯远珍老师说 我觉得有一个是要练的 就你的这个舌头的这个灵活度 这个是要练的 对 跟那个嘴巴的这个发音的这个顺流度 这是要练的 但是我没有试过就是说要去改变音色去 龙门飞响的时候有一点点 生离死别无需任何牵挂 你就跟他说我逍遥远去 就这样 但情感这些东西你只有去理解了角色 你才能出来 今天我们在聊传承 其实从三位 我们的这个年龄跨度 正好像是这个老中青三代演员 今年8月8号我们在做表演者研 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呢 周俊那个时候就讲过 会觉得这几十年的环境 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现在的年轻演员应该 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面 坚持一些不变的东西 就是坚持努力努力再努力 我在排生死角色的时候 那时候人们知道我 那时候我已经四十六七岁了 我经常用一句话来激励我 就是人不把我当回事的时候 我一定要把自己当回事 要自信 要坚信自己 但人把我当回事的时候 切切别太拿自己当回事 对 就是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念念不忘实际说的 就是不忘初心 不如使命 就像刚才清祥老师所说的 在没有人认可的时候 你要学会认可自己 当大家都很喜欢的时候 也要不忘初心 对 要记得当时是怎么来的 我反而觉得演员 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 就是诚实 真诚地去感受生命 然后在这个环境里面 也需要定力 其实现在的年轻演员 是更辛苦的 所以其实你要更努力 就比我们那个时候 可能要更准确 更看剧本 或者是看更多的片子 《千千千禧》 是作为这个年轻的演员 然后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 我特别想听一下 对于表演者这件事 准备此刻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作为一个 没有太多表演经验的 一个后备 今天坐在这儿 就是汲取到了很多很多 就是在片场 然后以后拍戏路程上 有用的经验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 一堂对我来说 非常有用的传承 感谢三位来做客 我们的表演者园 同时也感谢每一位 来到表演者园 做客为表演发声的嘉宾 还有许许多多 兢兢业业 默默奉献的表演者 求目之长者 必顾其根本 欲留之远者 必俊其全远 文艺创作不仅要有 当代生活的底蕴 更要有文化传承的血脉 从时代的温度 到根脉的传承 一代一代的表演者们 砥砺奋进 用艺术探索和表演实践 为表演艺术的传承 肩负起了自己的使命与担当 今日影评 表演者研特别节目 到今天将暂告一个段落 但是表演者们 为中国荧幕所塑造的 一个个经典角色 将永远闪烁在 艺术的星空 指引着未来的方向 在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次重温 这些表演者们的经典片段 在光影中 体会表演的魅力